马总统接受媒体访问 谈到国安会前秘书长金普聪 请辞事件熟度表态 当时觉得有点遗憾 但真的没有想到 他身体会这个样子 非常无奈 但是也必须要同意他 而且鼓励他暂时多修养 虽然无奈 但也必须尊重 面对爱将离开团队 马总统坦诚除了意外 还有些失落 虽然遗憾 但不会感到孤单 而对于前陆委会副主委张显耀 涉嫌泄密案件 马总统也做出表态 力挺王玉琪处置正确 胜在他的做法就是政府里的SOP 就算以后遇到相同事件 也要必照处理 他也说过 如果以后还发生类似的情况 他也会做同样的处理 这也是对的 这就是我们政府里面的SOP 话锋一转 对于2016年总统大选 朱立伦是否应该搅逐 马总统表示 两人有深厚交情 但对于朱立伦要不要参加党内初选 尊重他个人考虑 他要不要参加初选 当然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考虑 我觉得因为事后还没有到 这个情势还在变化当中 直言情势仍在变化当中 对于2016年局势 马总统没把话说死 记者综合报道 好我们来看看 在刚刚又是UDN的访问 他里面特别有一段 被UDN拿出来 好像在讲说是指涉周小姐 我们来看一下 周卫寇指控收顶薪两亿 马总统回击口水 明解冲去年底的相关指控 几乎都是道听途说 空穴来风却讲的头头是道 马云九说 说有秘密证语人 但拿出来都不是这回事 我非常乐意接受检验 但拿出证据来 到现在为止 看不到东西都是口水 马总统说 他不是喜欢心送的人 如果他还不采取 自我防卫措施 等于纵容这些人 很多人都讲 这等于心虚 所以我可能不得不出此下策 马总统还说 最荒唐的是 总统选举 总统是由推荐的政党的 领走所谓的选票补助 所以他根本就不会经手权 他说你们这些名嘴 上节目前怎么不看看 法律规定是什么呢 还说会前给美国念书 女儿涉嫌逃漏赠予税 但抚养人对被抚养人的 生活费 医疗费 教育费 是不构成赠予的 这是最基本税的常识 这也可以吵好几天吗 对 这可以吵好几天吗 你们这些不看书的人 事实上联合报 UDN TV的这段访问 他们的问题是非常不专业 因为没有尖锐的追问 而且提供了他 坦克车平坦直入的 一个自吹自雷自拉直唱的 一个机会 我在这里要严格地谴责 现在的联合报系的 我的这些晚辈们 我们当年在联合报上班的时候 就算是在一个威权体制当中 在王天武先生的那个时代 也不是这个样子的 也不是这么无能的 这样的一个总统 做到只有9%的一个状态 所有的事情 你竟然令他一个人在那里 虚张声势地在那里 自我描述 然后完全不追问他 不追问他的理由是 光是这一段的访问就有问题 而且今天还给他一个 头版的半版 然后中间还 一 二 三 四 四个整版 王天武先生已经先逝了 可是王天老 他培养了非常多资深的 新闻工作者 我是其中之一 我问他说你们怎么这样做 他还说 那你前一阵子做了什么事 我说我前一阵子是公开批评 你们的报纸在科批的选举之前 不是头版头条 讲他的那个 那个时候是窃听案的事情 对不对 那我说我有平衡 你们没平衡 那他就透露出了他们的复仇 那到现在为止 我必须说 这家报纸的影响力 已经降低很多 媒体可以复仇 马英九总统 对 那个是公众资源 我只能说 其实现在的王家的这些领导人 他们受的一个是道德 一个专业的传统 叫做正派办报 请问你现在联合报的人 你们还记得什么叫正派办报吗 当年我们如果出了 在即使是选举里面 民进党给我们撕报纸 什么的时候 我们的老板还会把我们抓来检讨 他还跟我们说时代在变 太阳花学运都变了 现在是一个网络时代了 还是跟一堆人在那里 自说自唱 这一段话笑死人了 里面有讲到周玉扣这个 对讲是周玉扣口水吗 还把我放到标题上面 还想卖报纸 真谢谢你 这段话显示出 他完全避重就轻 人家是问他鼎星集团 我们讲的是鼎星跟科技男 跟这个吴子佳讲的实意 还有李远泽讲的 那个无意加无意 以及段一康讲的两亿加一亿 以及陈敏凤写的康炳正 到这个一个大楼下面去拿钱 拿钱的人叫吴清源 而这个召集的人叫吴清源 召集人里面呢 听到的人叫郑志龙 郑志龙呢 是刘文雄讲出来的 我随便讲 这些名字他有提到吗 他敢说吗 他完全不敢提顶心两个字 马总统你没胆 色力内人 虚张声势 我请问你 你敢对着UDN TV的镜头说 我从来没有拿非政治现金法 以外的捐赠的钱吗 你为什么不说顶心 周玉寇讲的顶心这件事情 完全子虚乌有 我没有拿他任何一毛钱 至于什么秘密证人这些事情 特征组正在查 你是怎样 你干预特征组啊 你羞辱特征组啊 特征组也叫口水嘛 光是我们讲的这些比较具体的东西 不敢回答 顶心里面的罗志强究竟是不是你派出去的 廉二霸的主持人你为什么不问啊 你们的训练是什么啊 你们还好还好意思当当记者啊 还好意思登在报上啊 我这个身为联合报的一个资深的 拿一万美金的人 我唾弃你们 你这些总编辑看不看这个新闻稿 再讲 他里面还讲到了那个 其他的事情的时候 他只讲那个与事无关的事 他讲那个选举补助款 为什么他敢讲选举补助款 因为那个是姚立明教授 这个质疑他说 你的那个一票三十块钱的 两次总统选举补助款 四亿三千多万 姚立明说不知道到哪去了 结果他就叫陈以信 把那个他报给这个 内政部的一个收据 说他钱这个已经去领了 而且还公布 双双傻傻公布到 这个给我们大家看 他说他进了党库 是啊 那去哪里了 有讲吗 没有 就是他已经完全就在那边 自己露出了他的这个缺点 跟露出他的端里 跟露出他的陷阱 他自掘坟墓你知道吗 他讲那个选举补助款 说你们都不懂法律 那个什么我进了党的补助款 那我们质疑的 他质疑的是你党里的钱六亿 跑哪去了吧 那这个我质疑的是你2011年 你党的支出里面办公费 怎么会一年十六亿呢 对不对 然后你把这个选举补助款的钱 跟你的党的政党补助经费 煌铛铛放在一个栏目里面 做收入 然后你支出的时候有明细吗 那我把一个钱放在一个这个党的大水库里面 就要洗到哪里去了 怎么花的呢 谁知道呢 朱立伦又不敢动 对不对 光这一块耶 更别讲说他还讲到什么 其他的那些什么 王定宇讲他的那个部分 那个是根本就是个小事 王定宇最近是为了 那个柯批的这个父母被查税 然后讲到他的钱的税金问题 因为你刚才提到这个报社 我觉得有个最现实的问题 因为他访问马英九总统 马英九总统怎么讲 他怎么登 OK的 但是有一件事情 也是马总统在这个专访里面 他们有平衡吗 这个报纸 对 我先提他 他有提到说 这个人不会问问题 他支持王玉琪主委所做的事情 OK 那你支持他做的 那他有没有做对呢 显然在法院的判决来看的话 王玉琪是做错的事情 他否认了地检署啊 对 因为地检署也好 一个总统否定地检署的判决 这很好笑 基本上就认为 这个张醒耀是不需要 不需要受法律制裁的 那既然这样的话 那包括总统 你怎么去支持王玉琪 你不是最依法行政的人吗 你不是最遵守法律的人吗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你就是帮派嘛 只要是我的兄弟 我的小弟 他做什么事情 我大哥统统承担了 你就这种心态 好了 那我们回到 讲到你刚刚说的报社 我也要请这个报社 我觉得也蛮不争气的 调查局 为你什么材料 你都不去了解 你就直接用头版 连续一个礼拜 结果被张显耀把你打败了 你把它塑造成一日共典 你好歹告诉我们 你如果一日共典 那对方要有对口吧 张显耀是当年 对不起 因为我们这有前海基会董事长在这里 陆委会副主委 接海基会副董事长 接秘书长 哎呀这个人 在两岸的这个工作里面 几乎除了总统就是他了 你分量来讲的话 对 你说海基会董事长 对不起 他是谈判的 谈判的最重要角色 你能够跨白手套单位 跟政府的决策单位的话 那好了 请问要去买通这个共谍的人 对方要不要一个同等辈分的人 那你是不是想说 那是不是要陈云林 甚至于说是不是 他们的党的总书记 荒唐 可是有一个非常糟糕的调查局 和一个不争气的报社 你们合起来干 是不是联合报应该 针对那段时间的表现 对社会大众讲一下 你们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我觉得相当一段时间以来 马英九总统的领导 就是方向走板 我刚提到 13年的时候 王金平的案子 14年的时候 张显耀的案子 然后王金平的案子里头 又扯出来了黄世民 他的泄密 然后马总统是共同侦叛 我觉得所有的 这些问题上面 对马总统来讲 他应该要深自还醒 因为一个支持度跟信赖度 都很低很低的总统 你这个时候 你没有公信力跟说服力 你有本事 你来接受我的访问吗 不是挑战马英九总统 我告诉你 黄世民跟马王征的时候 他还上了我的广播节目 对不对 依照罗志强的讲法 那叫人情 罗志强做总统府的副秘书长 安排你访问 那是他的恩惠 这个国家真的是关不关不相关 总统不像总统 检查总长不像检查总长 一个检查总长 从司法孕育出来的 一个司法的一个标局的一个人物 还铁汉 人家法院二审订阅了之后 他还不认账 一个检查总长不认司法 马英九去接受你采访 是要宏启查法 我说总统 那要马英九 这个马总统 对不起 我的意思就是 然后总统对地检署的不起诉 处分输 他完全不认账 总统跟检查总长 完全推翻一个 台湾的司法检调的结果 你们两个人是干嘛呀 难怪人家要结球嘛 对 这完全是不像话 完全是自私立场的一个状态 跟别人讲说 这个我再次呼吁马英九总统 请你接受访问 要不然就到政治现实 胡中信仙也有节目 这个所有的 我们大家在场的 任你这个讲好不好 你讲我问你讲我问 他跟鼎星集团到底什么关系 你跟鼎星集团 我告诉你 这一段关于他现今的问题的 这个部分 他连提都不敢提 他连一个位这个字都不敢提 连鼎都不敢提 连心都不敢提 更别讲说 最近闹得这么凶悍的一件事情 就是所谓 这个胡中信讲的那个戴章辉 他是不是一个 私募基金抽盘的东西等等 那戴章辉的太太叫陈元凌 陈元凌居然可以做NCC委员 这个NCC委员的学历叫做 德州大学的心理学硕士 那时候谁派的呢 据说没有人知道 好像外星人 连陈冲也不承认 这个金普聪不承认 马英九总统也不承认 那怎么来的呢 也没人查吗 反映中有提到 他说他不认识的人 我们都一定要讲说他认识 对啊 他都不认识 一个总统提名的一个陈元凌 他先生是谁 他们夫妻你都不认识 你提名的人你都不认识 你是装傻装糊涂 还是你是从外星找来的 这个实在是不像话 戴章卫是顶星的操盘者 戴章卫跟顶星关系又这么的 不只啊 他现在还大剌剌的做 台湾之星的董事 做顶星集团下面的 顶安公司的董事 而陈元凌辞职之后呢 后来被发现原来他那个经历 不是真的 是假的 说他在日本CNBC做过事情 不是真的 原来是为了要把陈元凌 放在NCC里面 编造了一个跟传播有关的资历 马英九总统 你不答复 记者也不问吗 这么严重的一个独立机关的事情 更别讲 你顶星集团被你这个 温英行被你在总统府接见之后 那你的这个承保机 到了101大楼 要不要开除啊 然后你那边的特许行业怎么来的啊 你的这个金普聪先生的离职的过程当中 究竟他这个有没有陷害这个张显耀啊 或是有这个罗志强跟王金平 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啊 完全都没有讲 或许啦 当然这个他自己也回避了这些问题 可是台湾的媒体总有一个 一个正气 总有一个基本的羞耻心在吧 还好有还有这些政论节目呢 我再讲一次哦 中加系统幸好没有被顶星集团买去 如果顶星集团真的不出事情 买去的话 今年8月 中加系统就由顶星集团做最大股东 那就由马团队下来的人 做总裁 做副总裁 做总经理 最后呢 台湾的发言权在 马英九的这批人手上 这批人 我强烈怀疑他们人格扭曲 那么轻松一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